欢迎来到《笑卿探案》,我是叶文英 有很多文学的种类往往都是以作品的价值取向来定义自己的类别 但是,今次要介绍的这种文学竟然是以它所描写的内容来为自己定位 这种文学的特征是以制裁罪犯作为描写对象 以严谨的逻辑作为破案手段 又以揭晓谜题去作为小说的目的 所以它的出现本身就是一款游戏 也是作者和读者之间致力的比拼 它就是推理小说 推理小说严格来说可以将它定义为一种 它有浪漫主义色彩的通俗文学 它以原意的布局,精妙的逻辑解迷 出人意外的结局,以及侦探的个性 作为文学艺术的追求 不过,由于受着题材的限制 故事本身也会带有一定局限性 例如缺乏了对社会问题的深度探讨 过于程式化的空间 千篇一律的剧情 以及样板化的人物等等 所以推理小说也只能归类为通俗文学 但是到底它又可不可以 在内容里面附加更多社会的议题呢? 文英认为不是不可以 而且有很多作家其实都曾经做过类似的实验 以至社会派也成为推理文学之中其中一个重要的派别 不过往往由于推理小说 必须要满足精密的解迷过程 以及超现实的情节安排 所以即使作者在小说里面 希望向读者提出一些需要大家关注的社会议题 也不能够太过深入 举个例子 《美国的悲剧》这本书 就为写一位年轻人 因着各种社会问题的影响 而沦落成为杀人犯 但是如果这本书要变成一本推理小说 或者就不能够以这样的方式来铺展故事了 有可能他要先由一宗恐怖离奇的凶杀案开始写起 然后就安排侦探进场 继而就交由侦探去发掘出各类型的线索 再逐步将谜题解开 破解青年人犯案的过程 若然以这种套路来铺陈故事 当然就很符合推理小说的要求 不过如果是这样 他必然在社会性的问题上不能够落密太深 另一方面 夸张的情节 以及过多理想法的巧合安排 同样会削弱作品的社会性和现实性 《深圈成一》的作品 人性的证明就是一个好例子 故事里面 黑人乔尼要去日本找他妈妈 谁知在过程之中 他居然被人刺伤 重创的乔尼竟然还可以有能力 跑近一千米的路程入到酒店 当然这部小说在剧情方面表现得相当有手 不过由于它是一部推理小说 所以不能够避免在布局方面有过多的巧合 甚至令人觉得牵强 顺带一提 其实在推理小说里面 很依赖运用迷团和原念去吸引读者 迷团和原念虽然都是以一种未知性去作为卖点 但是仔细来说 两者有存在着世味的分别 迷团是指一些已经发生了 但未知原因的事情 例如西村荆太郎的七个证人里面 讲及一位父亲很努力地 为自己往死的儿子誓冤 儿子死亡是事实 不过是否受冤屈而死 就不知道了 而原念就是指一些即将要发生 但未知到结果的事情 例如《白恩的身份》这个故事 就讲及主角白恩受到情报人员追杀 虽然双方对决的人物都一目了然 但是故事的结局却是一个未知之数 所以一部好的推理小说 有时候在迷团和原念之间 似乎只能够二摘其一